我發現我太太就是 譬如說水餃 我非常願意吃水餃 對啊 但是我太太 她也願意煮水餃給我吃 但是她就是 水餃它一定會煮到破 對啊 為什麼 什麼意思啊 有皮的地方它就會破 是不是 而且破了才會熟啊 我講個公道話 有的人 等一下 她說破了才會熟 她說破了 水餃不能破 沒有關係 進去都一樣啊 對啊 你一咬那還是破 沒有所謂 而且很多沒有破的裡面是生的 還是說它以後冷凍水餃拿去 嘎嘎嘎 要跟它夾著 真的啦 那時候什麼 口蹄翼的時候 口蹄翼的時候豬肉水餃 一定要把它煮熟 就是把它弄破啊 真的 不然你就不要吃水餃啊 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你買冷凍水餃對不對 你可能買了以後 你又去逛這個逛那個 它黏在一起 它有點退冰了 它就會黏在一起 它黏在一起 那一種的也會破 沒有那個要慢慢煮慢慢拉 它就會分開 有的時候拉不開 越拉 拉不開 越拉理還亂 它就是沒有辦法 那你要 解不斷理還亂啦 那你要吃生好了 什麼越拉理還亂 反正東西你就是吃啊 就吃進肚子都一樣 但是那個水餃 又有水餃混在裡頭 你知道嗎 你把它煮破 它破的話那個味道不一樣 對不對 不是 因為那個外面那個湯 會跑進水餃裡頭 對 然後水餃就不好吃了 這次就不開心 它那個味道就... 但是你看這兩個不要臉的女人 他們覺得 還有我也覺得 小可結婚了就算了 那個林瑋君男朋友 娶她前三思喔 她男朋友最近不喜歡吃水餃 我都會煮一桌飯菜 我才不煮水餃 妳煮一桌飯菜 但是水餃會破 妳們煮一桌飯菜 但是妳不在意水餃會煮破 妳這太跟我... 對... 沒有 但我覺得就是... 水餃破哪有 水餃破是笨手笨腳好不好 水餃破知道 吃東西就一餐就過了耶 還好啊 像男生修東西這種 沒修好這種比較煩吧 什麼東西叫沒修 就是燈泡啊 燈泡換上去不就修好了嗎 對 那比如說家裡的燈泡裝 有分黃色白色 白...黃光白光嗎 對啊 那像我家的浴室 它是黃光 因為它是兩顆 所以它壞了一顆 那原本是黃色的 對 他就會覺得...我就說 因為只剩一顆 我們要化妝啊 戴隱形眼鏡 就會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請他去幫我買 他買回來裝上去是白色的 不行 那就是俗稱的陰陽光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這個燈泡一用 對啊 燈一用要用好幾個月 你那個泡麵水餃 就是吃進肚子 一餐幾分鐘就沒了 我燈壞掉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不會啊 白色比較亮啊 這樣你不是看得比較清楚嗎 廁所不用白光 我用過 我們家也是黃光 然後用成白光 你只要進去一廁所 一脫光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要做檢查 只要你一脫光 你想說我又要做檢查了 你就覺得在那個 BD式空間裡面 就沒有那個讓你洗澡 有放鬆的感覺 有溫馨 對 而且還要泡澡 你在一個白光下面泡澡 是什麼東西 沒有氣氛 沒有氣氛 真的 然後難怪他們 壓力那麼大 我們被放過人 我吃的水餃 又不是他煮了 一定要這樣搞混嗎 就現在是跟你們說過 就是在家裡 就是我自己裝潢的 花很多時間 漂亮 然後那時候就跟我女朋友 同時就是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偶爾他會來幫忙 然後我們那個上面 這個黑色的櫃子 就是剛才買下來的時候 就裝潢快結束的時候 就是我一個朋友來幫我裝 因為這個東西 是要把它刮上去那個牆壁 然後這個東西是 我是處女座嘛 所以這個一定要值的 所以那時候我那個 一個兄弟 我們就是把那個舉起來 因為那個是滿挺重的 然後你朋友在旁邊 就是要幫我們說 這個東西是值不值的 有沒有歪 哪一邊 對不對 這個事情是真的後悔 應該是找一個什麼 馬鈴還是什麼的 來這邊也比他好吧 因為他知道那邊旁邊 邊看邊講電話 然後他就說 我說這個 這個我們拉上去這個位置 好不好 這個值不值嘛 他說好 看起來差不多吧 然後就繼續講電話 結果真的頂下去喔 下去 從旁邊看 那個就歪了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嗎 很有藝術啊 什麼有藝術 什麼有藝術 你把東西放在上面 搞不好是不是會滾下去 那種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能這樣垃圾啊 然後因為那個東西 要把它踩下來 然後那個釘子 還有那個釘子的洞 在那個牆壁裡面 是不是 好 第三條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相處態度 超膚眼 就是你啊 這男生真的都會這樣子 尤其是聊天 白基盛先生結婚之後啊 他的眼裡 就只有他想要看的球賽 然後跟新聞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不想看球賽 然後也覺得新聞很無聊 我就有時候滑滑臉書 然後想說 這笑話也太好笑了吧 然後我就在旁邊跟他講 公公你聽一下這個笑話 然後笑一笑的時候 就聽到旁邊 就有個小孩跑過來 我兒子就說 媽媽 你在講電話喔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在跟你爸講話 你怎麼會覺得 他說爸爸都沒有理你啊 他從頭到尾連看都沒有看我 然後我就很火 我就說白基盛 我講笑話 你有點反應好不好 他就說怎樣啦 哈哈哈哈 就這樣 然後這個火就來一邊講說 你可以不要理我 總比 都比那三聲笑好 對啊 因為男生有的時候 就是很享受 自己在那個時間 那個時刻 他就覺得任何事情 去打斷他 都是不對的 還是說男生無法分行 像女生 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 男生跟你講說 你可以同時進行 男生的筋好像只有一條 他就是沒辦法分出來這樣 就比較弱 對 他們沒有辦法手腦並用 差距 不是每個人那麼喜歡聊聊天 比如說我不太喜歡聊聊天 我現在跟一個 就身材一起的時候 他很喜歡聊聊天 然後一直跟我打字 用手機聊聊天 每天很多精訊寄給我 然後一直聊 一直聊 然後我就不理他 因為有一方面很滿 一方面我都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很斷地會回答 所以一天他非常生氣 他說你是一個不OK的男朋友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看 我今天很多簡訊寄給你 都不回答 從今天 你最少要三個句話 回答給寄給我 我說好吧 然後就寄給他了 就說 好 好 好 就三個句子 超敷衍 對啊 很瞬氣 這不好吧 非常瞬氣 我跟你講態度超敷衍 這個你超 你超級符合的 我會嗎 每一次他 我們在化妝室啊 他就看著他那個爛報紙 一天都看不完 然後呢 我們大家在化妝室嘻嘻哈 在聊天 再跟他講話 他都 對啊 真的 你抓到了 機器耶 真的 大家都看到 就是這樣 這種感覺讓我覺得 小梁哥好像不想 待在地球上耶 對 就覺得他隨時有 想要被提上天的感覺 有沒有 他在家會不會這樣